- 國民大會 他在前面 我們在後面追 追到連車尾燈都看不到 就是追不上的意思 所以到底真實的情況是如何 我們請世聰跟我們說明 事實上這個兩岸經濟 到底誰好誰壞 一直是網民在互相打 這個口水戰的狀況 當然在最近 中國大陸的一些網站上面 就揭露說 其實台灣經濟也不怎麼樣 他就說他去看了台灣的經濟 台灣經濟去年的總額 這個GDP的話是17.44兆 他說台灣的經濟 已經落後在我們中國五個省之後 包括什麼 廣東省 江蘇省 山東省 浙江省 還有河南省 他特別講出廣東省 光是我們廣東一個省份 他們GDP就是45兆台幣 足足是台灣的約莫是三倍左右 他說台灣也不怎麼樣 但事實上這件事情 馬上就有經濟學家說 這個不能這樣比 為什麼 因為事實上本來中國到人就多 譬如說如果你用廣東省來說 廣東省人口快要1億 台灣人口才2300萬 你這樣比的話 好像有一點點 有一點點 滴刀菜刀這樣的感覺 滴刀菜刀 對 好像有這樣的感覺 除了這個之外 譬如說像GDP的這個數字 要怎麼來看 主要就是用這個人均的GDP來看 如果用人均GDP來看的話 事實上我們台灣目前是2.6萬美金 那中國大陸的話平均大概是1.01萬美金 但其實這個也是有一些數字不一樣 看你怎麼解讀 我必須跟大家講 數字是死的 就看你怎麼解讀 用這樣來看的話 的確好像台灣比這個中國大陸更高 但如果我們用台灣跟上海市來比的話 其實台灣又落後到上海市之後 所以這個數字的這樣來看的話 其實或多或少都只是看出了 某些部分事實的真相而已 另外一個 就薪資的本身來說 因為我們之前有一個網友 他不是在網路上發了一個帖子 他就說他年薪96萬 他去查了我們中央的主機處的資料 就說原來他96萬 已經是台灣薪資的前10% 也就是他贏過台灣90%的上班族 結果這件事情 在網路上大家熱議之後 沒想到中國網友也來留言了 他說沒想到台灣的薪水還真低 居然年收百萬就是土豪 所以很顯然他們認為說 他們這樣的結論就是 如果台灣的經濟離開了中國大陸 就不會好 但是其實這個也有一些 資訊上的不一樣的落差 譬如說像中國大陸很多薪資 可能都還不到這個數字 甚至他們還說什麼 你看台灣22K 你看他們我們民眾都在講 22K的起薪 蔡英文總統要3萬 他說這個數字看起來都好低 但事實上對中國大陸來說 部分的省份來說 這個數字是天文數字 所以我才說 這個其實都是看你怎麼去解釋 另外一個 最近我們台灣還講到一個 好 居然GDP或是說這個 都輸人家 都輸人家 好 我們講一個幸福指數 好了 我們知道前一陣子 有媒體發布一個幸福指數 這誰做的這個 這個媒體 有一個相關的媒體做了這個 所謂的 根據聯合國發布的 2018年世界幸福報告 這裡面講到 他說台灣的幸福指數是全亞洲第三 但是我們痛苦指數是全球倒數第五 什麼是痛苦指數 我跟大家解釋一下 這是有一個標準的 一個評判的一個邏輯的 對 評量 痛苦指數一般人講的就是 失業率加通膨率 因為台灣的本來失業率是 相對穩定 我們通膨率是本來就很低 所以我們現在是全世界 倒數第五的這個狀況 就連這個貧富差距 我們什麼東西全世界倒數第五 痛苦指數 痛苦倒數第五 比較不痛苦 我們比較不痛苦就對了 對 我們的貧富差距也是 亞洲最 東亞最低 因為我們的吉尼指數 其實是相對比較低的 所以就這樣看起來的話 好像真的台灣好像 補片看起來感覺 民眾感覺滿幸福的 可是這個數字 這個報導一出來的時候 民眾又感覺到 不是 我的感受又不是這個樣子 所以你就知道說 事實上這些所謂數字 薪資這些東西都是冷冰冰的 這個真實的感受 還是在你我自己的感受 這個大陸人領這種薪水 尤其上海人 你這個不要羨慕 因為他不是坐在辦公室 就可以領這個薪水的 沒錯 他的工作量是很大的 只是他的這個錢是不好領的 我必須這樣講 所以他痛苦指數是高的 對 因為領高薪坦白說 就是要付出一些代價 像你剛剛講到上海 其實有些人的工作是什麼 從早上9點到晚上9點 一個禮拜工作6天 所以他的薪水背後是有代價的 那麼同樣的在台灣 他們叫做什麼你知道嗎 996 996 早上9點到晚上9點 然後一個禮拜六天 我們是886 拜拜囉 所以同樣在台灣領高薪 勢必也是要有一些代價 因為最近在網路上 就有人貼了這麼一張照片 那這個照片上面公佈自己的薪資 同時附註了一段話 這段話叫什麼呢 叫做為什麼22K的渣男有女友 而我只能孤單一人 然後他所貼出來的照片上面 有他的薪資條 薪資條是月薪七萬四千塊 然後呢 同時他的手指頭還壓在什麼 壓在賓氏的mark上面 顯然告訴大家說 他開的就是一張賓氏 意思就是說 我月薪七萬四千塊 開賓氏 卻找不到女朋友天下 怎麼有這種道理呢 我覺得是太短 不是 手太 手指頭 看起來肥肥的 對 所以很多網友在下面留言 其中一個觀點就是跟 美人姐你一樣說 從他的手指頭肥肥短短看起來 顯然他的身材是又矮又肥 然後還有人說 你看他還戴著金戒指 顯然這個人怎麼樣 有可能是檳榔煙酒不離身 然後還有人講什麼說 你看他裡面雖然是七萬四千塊的月薪 可是他的加班費加績效獎金 就佔了多少錢 佔了兩萬八千塊 其中他還有一項名目叫做 安全獎金 安全獎金佔了多少錢 佔了一萬五千塊 為什麼人事間有安全獎金 表示他從事的工作 可能是有一定的危險性 他的底薪竟然叫22K 對 兩萬兩千塊 兩萬兩千塊 然後他的加班費 就佔了其中的兩萬八千塊 佔他薪水比重 他也是很努力願意工作的人 應該可以有個女朋友吧 但是問題就在這裡 人家為什麼說他努力工作沒有女朋友 因為你工時太長 根本沒有時間陪女友 所以莎莎說他交不到女朋友 原因很可能是因為他工時長 所以他沒有時間陪女朋友 所付出他的代價 但是另外一個 也有在網路的粉絲頁上面 有人做了這麼樣一個實驗 就是說你願不願意為了高薪 付出你的人際關係 這個實驗是怎麼樣 我有看那個影片 很有趣 他標榜說什麼 月薪一個月給你15到20萬 而且來面試的是新鮮人 才有什麼好拒絕的 然後15到20萬的月薪不打緊 還送你每年免費出國旅遊 棒不棒 還每個禮拜一次 SPA按摩 更好 天底下沒有比這更好 但是你要付出的代價是什麼 不能用IG 不能用臉書 不能用LINE 下班之後 不可以跟你的親戚朋友見面 這個條件一開下去之後 你覺得來做實驗的人 大部分的人是接受的還是不接受 在台灣嗎 在台灣 我覺得接受度不高 事實上 除了第一個來實驗的人 他是拒絕之外 其他人都接受 其他人都接受 台灣 所以告訴你說在台灣 很多年輕人 他願意為了薪水 付出自己人際關係的代價 有人就這樣講 就是說反正 我跟我的這些同學 常常畢業之後 大學畢業就流落各縣市 也沒什麼往來 然後還有人說 我相信我的家人 為了我的薪水 他們願意忍耐 顯然說很多台灣年輕人 為對於這種低薪 或薪資不漲的狀況 他覺得我寧可付出 人際關係的代價 那我也可以接受 然後我來選擇這個高薪水 可是裡面又有人就這樣講 有人的評語是說 可是你要想想看在台灣 人際人脈存折重不重要 很多人脈存折是 你薪水往上再調整的一個關鍵 你如果選擇放棄你的人際關係 會不會你選擇 我的人脈存折就歸零 那我人脈存折歸零 會不會也是對未來的投資 一個很不好的負面做法呢 所以你會發現 同樣的這個實驗 會帶來大家不同的討論結果 問一下學衡 到底大陸的薪資的真相是什麼 我覺得任何地方都不會只有好 沒有壞 在中國國家統計局的數據裡面 能夠拿到5000塊人民幣的畢業低分工作 只有3% 在剛剛我們講的那麼多畢業生裡面 97%的人拿不到的時候可以 因為 但問題是它數據為什麼漂亮 是因為你要針對特定的城市 它的都市化人口集中 薪資集中 37座主要城市 軍心是3.6萬 3萬6千塊新台幣 這個軍心其實 讓大家聽了覺得大學變成說 哇 3萬6千不差了吧 很好囉 對啊 已經要做到 如果你是服務業 差不多店長左右了 或是副店長 如果你只看北上廣 北京上海廣州 那就更高了 軍心4.7萬台幣 4萬7千塊 但是數據還是有辦法操作的 問題就是我們這樣講 上海北京的物價已經比台灣高了 那你拿到4萬7千塊 差不多五險一金 加上房租 大概扣掉30% 五險一金不是雇主付嗎 我們自己要付嗎 沒有 但你自己的 雇主一定會拿你那個來碰風 說我給你多少 然後實際上裡面是扣掉 是在五險一金扣掉之前 所以當你實際拿到手 等一下 所以你說的這個4.7萬台幣 是沒有扣五險一金的 是雇主給你的 因為雇主會把五險一金 算在我給你的薪資裡面 這樣比較漂亮 扣完五險一金是多少錢 你算一下就知道 大概扣掉30%也就是7成 大概以北上廣來講 剩下大概3萬出頭 那北上 就北京跟上海的物價比台灣高 那還要扣房租 請問那個過得有比較爽嗎 所以他們幸福指數不高 幸福指數不高 因為貧富差距很大 但是問題是 他們有各種各樣的方法 你像小米最近要IPO對不對 他因為IPO 所以必須要被迫揭露他的薪資結構 平均月薪只有4.7萬新台幣 可是IPO之後 因為他實際上比騰訊 阿里 華為都要低 可是IPO之後 大家分紅配股 前1000名的員工都超過千萬成家 所以換句話說 你要冒險才能夠拿到這些錢 所以我們要講 媒體有特別報導過 有一個鴻海的資深工程師 他已經做了好幾年了 所以拿到月薪5萬7萬 但人家問他說 你要不要來我們上海拼一拼 他想了一下覺得 好 去 為什麼 因為他在鴻海5萬7 其實整年可以拿到上百萬 可是要看你部門的表現 你永遠不是一方之霸 所以你到了上海去之後 他說沒問題 這個Tim給你負責 開發得出來 就算你的了 加薪 加Bonus 加獎金 開發不出來 沒關係 我們再拼 因為對上海的公司而言 我們有的是機會 你這個國家要推晶片 要推電子 電路設計 全力支持 對 我們有時就做一個 他的才華為什麼不要在鴻海發揮 因為鴻海已經是一個鴻海 就是它已經是紅海 你在裡面做再怎麼好 永遠沒有出頭的機會 你頂上上司比你早進來10年 20年 但但是我們最後還要賦予一個但是 在中國有一個挑戰就是 你不要在一家企業待太久 你最好每次跳加30% 30% 30% 30 3到6個月 甚至一年到兩年就要跳 你在那邊做死做活 沒有人敢借你 但你想要換新工作 表示在前面表現得好 新的老闆願意給你更多錢的話 在那邊就要當浪人 沒有我覺得你也要在這個工作裡面 先做死做活做出成績 是 對不對 但是你不要吊死在一棵樹上 你就跳對不對 你如果做不好你跳哪裡 你越跳越低 也不是沒有這種例子 還是不行 所以大家要覺得 中國大陸的薪資高 是有能者得之 你如果沒能也沒辦法 我想問一下 派遣員工現在的數字到底有多少 確實 在台灣的派遣這越來越嚴重 據估計超過有80萬人 非常可怕的數字 好 那當然 你說這個派遣一定就不好嗎 其實我們先給大家一個 台灣版的派遣女王 幾年前有日劇派遣女王 大家應該有看過就有印象 那個女的真的是非常厲害 光有各種專業證照26張 好 我們台灣這個派遣女王 她叫做周欣穎 我們今天的這個故事的主角 她沒有那麼多證照 但是她有一個很厲害 就是IT工程師 她這個人真的很奇怪 她不是沒有能力去找正職工作 可是她就是不喜歡 為什麼不喜歡 第一個原因是 她覺得 如果我今天做了一個正職工作 我就得一直做下去 可是她的習慣就是 我每做一段時間 我就想休息一下 那你想嘛 如果我們一般人 你就算你工作一段時間 你請特休年休 你能請幾天 了不起一兩個禮拜 她不是 她想要休久一點 好 第二個 其實就跟這個清華剛剛講過的 她這個人 她其實不喜歡人際關係 這也是很特別 所以她覺得 我今天如果做一個正職工作 我就跟我的同事社交 她覺得好累喔 好 所以她就只想做派遣 好 可是你要當派遣 當然很重要的 你有專業能力 這個你的真的就是很厲害 她待過很多大公司 譬如說像凱破 這種等級的大公司 她是專門做這個網路後台開發的 而且因為她的能力很強的 她每次跟老闆談這個薪資的時候 她很厲害喔 老闆就問她說 我們這個薪資水準大概是多少 到多少範圍 她就直接說 我就是要最高的那個上限 那老闆當然就是這樣看你嘛 你教那個本書 真的 她就是有這個本事 而且你知道 她是比較厲害 因為她是跟你派遣的 所以她沒有什麼 她沒有年終 沒有三節 也沒有年假還要付你錢 通通沒有 這也就是她 為什麼一定要要求 比較高的薪資 因為她覺得說 我今天在派遣 因為我這些福利 我通通都沒有 所以呢 她以實力來證明說 我有這個能力 所以我要高薪 所以以她自己的經驗來說 她其實拿到的薪資 可以比正職同樣職位 做一樣事情的工程師 還要來得更高 而且你知道她每 因為派遣完合約結束之後 下個合約要談的時候 我中間搞不好 可以給自己放一個月的假 對 對 她就是喜歡這樣子 甚至她之前她在懷孕了 她結婚懷孕了 那她孕吐很嚴重 她沒有辦法工作 可是就是因為她有本事 她有過去的這些戰機 她照樣在家裡接Case 照樣有穩定收入 好 那你也不要想說 哇 這個派遣這麼厲害 因為人家有專業 所以我們今天對比 另外一個故事 這個咖啡店的這個老闆 他本來自己想要創業 開一個小咖啡店 很多人都有這樣的想法 可是哪有那麼好做 做個半年以後就倒了 那沒有工作怎麼辦 她就找到判險公司去 幫她有工作 結果她就去當清潔員 清潔員已經薪資更 已經夠低了 結果呢 判險公司就還倒了 賭不錢 是 所以她想說這怎麼辦呢 她說去便利公司打工 便利商店薪水也是很低 所以你看兩個都是派遣工作 最大差別是什麼 清潔工也好 便利商店的員工也好 基本上沒有太多的專業性 可是剛剛這個派遣女王 她有非常高的專業 她有這個城市的能力 可以設計網站的能力 所以這在告訴我們說 不管妳做什麼工作 真的妳有專業能力最重要 當妳沒有能力的時候 妳去做派遣工 妳真的就是讓 打比方就真的像那個 公園撿狗屎的那個狗屎袋 用完就把妳丟了 但是我想很多人都有夢想要當咖啡 開咖啡店 可是我覺得妳要不要腳踏實地點 妳先到咖啡店打工三年 撐得過來 妳再去頂店再去開咖啡店 對不對 要不然其實你看 台灣最容易換老闆的就是咖啡店 對不對 另外一個 應該這樣講說 日本 日本的這個派遣也是很多 而且你知道現在的各個的行業裡面的 變化很大 我聽我的一個朋友講 日本的中年人 就像您這個年紀是吧 是 是有危機感的 對 因為其實你剛剛講說 打工是踏入職場一個 很好的一個環境 但問題是 如果你一直在打工這個圈圈裡面 出不去的時候 我跟你講等到你到我這個年紀的時候 你就麻煩了 在日本出現一個叫做菲特族 這個菲特其實是長 freeter的這個意思 一般我們是講說兼職跟打工 這個族群被定位在35歲到54歲 首先我們在講打工的時候 很多人就說 打工應該是年輕人的專利 可是這一群 為什麼是所謂的菲特族 你不要小看他 事實上這些很多人都是名校畢業 他們都有大學的學歷 甚至有研究所的學歷 可是這個世代比較可憐的是 當時在1993年到2005年的時候 因為全世界面臨到泡沫經濟的問題 所以你想想看 那個經濟一泡沫的時候 很多公司他用人就開始減少 所以這一批人他遇到了一個叫做 求職的冰凍期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 這一批人有多少人 273萬人 這個273萬人 因為他沒辦法 進入到正職的工作裡面去 所以他們將來是沒有退休金 沒錯 你現在一眼就看到問題的本身 也就是說今天你好 你很有能力 你去兼職 你去打工 對不起 沒有退休金之外 所有的福利制度 通通都沒有你的 你剛剛講到說無險一金 那是雇主必須幫你出的 這邊沒有人會幫你出 問題就來了 所以日本政府現在發現到 這一批很麻煩的是說 他們可能未來 在社會福利照顧的部分 一年要花14兆的日元 去照顧這一批的人 而且這一批人 你說他不想去找正職嗎 其實他想 問題在於哪裡 譬如說他已經到35歲了 35歲通常你要去應徵工作的時候 人家會問說 你過去的工作經歷是什麼 這些人能寫什麼 他只能寫他在哪個地方打工 永遠都是非正職 既然沒有正職 人家就不會幫你寫推薦函 所以這一批人 他現在面臨到的困境 即便他想要轉入到 正職的工作裡面 他也沒有這樣一個機會 所以日本另外出現的 一個狀態是什麼 你知道他們叫做8050的 社會現象 這個8050的意思是指說 啃老族 其實我們講說 啃老族的定義到多少 就日本的定義到50歲了 也就是說他的爸爸媽媽 已經80歲左右 居然還要養50歲的子女 而且這些子女 有一些已經到了是 他可能連打工都沒辦法 因為你可能要跟更多的年輕人 去作為競爭 別人想說你又50歲了 我要給你更高的薪水 我乾脆用個年輕的跟便宜的 對 所以你知道 像這兩天美國也有一個新聞 有一個住在紐約的一個 30歲的男子 被他爸爸媽媽告上法院去 為什麼 你每天都躺在家裡面不做事 你每天都坑了 他叫法院說 麻煩你判一下把他趕出去 法官還說好吧 就這樣把你趕出去好了 而且他還跟他女朋友 他又一直住在爸爸媽媽的家裡面 你看美國在30歲的時候 就遇到這樣一個嚴重的問題 爸爸媽媽開始覺醒說 我要養你多久 在日本居然出現一個80歲的 這個父母親 還必須養50歲的孩子 所以你想想看 日本政府現在遇到 這樣的一個狀態的時候 這個273萬 他逐漸就會成為 他的一個問題存在 所以這個小孩不能慣 真的要趕快 早點把他趕出去 對不對 另外我們想問一下 就是說事實上 以政治找不到的時候 除了派遣之外 是不是也有其他的路要走 你是不是要讓自己的想像力 更擴張一點 什麼都去嘗試 我們待會兒告訴你 怎麼樣可以做成跑車之神 好 現在事事難料事情多變化 你原來覺得很穩的工作 瞬息萬變 如果你是群創的員工 你可以想像嗎 我一樣上班了 早上還真的買了一個什麼 飯糰加飲料39對不對 特惠嘛 然後帶著去上班 然後說你不用來了 不然你也電郵給我一下 都沒有 這麼糟糕 對 這是發生在18號的 一件事情 就群創員工 大概有72名員工 都去上班了才知道說 他們被無預警的 就給資遣掉了 當然被資遣掉的時候 當然會心有不甘 所以這件事就 媒體就報導出來 人家去訪問這個群創單位 他們說 他們說沒有 這個其實只是 例行性的太弱留強 他們針對這些人 被觀察名單 這是72名員工 他們已經輔導了半年 給人家料服 還要講太弱留強 再傷人家一次 官方的說法 當然會是這個樣子 他就說我們已經觀察了半年 而且有半年的輔導期 最後還是覺得他們不夠 所以就把他們 這個file掉了 那除了這個之外 其實在後來幾天的話 又爆發另外一件事 這群莊又這個 有一個處長級的 又被這個算是被撤換 處長級的主管被撤換 所以你看好像這個面板廠 過去大家都認為說 面板廠應該是一個鐵飯碗 金飯碗 這個科技新貴 但是其實現在不是這個樣子 因為如果你從群創來講的話 群創他們有說 因為現在台灣的工資 不斷的上升 他說未來要全部的自動化 所以他說自動化了之後 會減少75%的人力 他還特別講到說 我們從2010年到現在為止 已經減了7萬名的員工 各位 7年7萬名員工 請問這7萬名員工去哪裡 對 就沒工作了 事實上群創是鴻海下面的公司 他想說只有他這樣 他這樣減的話 這是怎麼樣一個狀況 但是我必須提醒大家 鴻海他在台灣減少投資 但是他在增程 廣東的增程跟威斯康辛州 各投資了3000億台幣 他在當地要聘請上千個職位 所以你可以看到 這個雖然你要說是什麼優化 但是事實上在那個地方是增加員工 所以我覺得這要提醒大家留意一下 另外一個就是自動化跟AI崛起 這個的確會取代很多部分的人力 多快取代 我們這邊看一下 林百里說 未來工作被AI取代 我們已經講過很多次 但是未來是多久 他說幾年之內 他說未來的幾年之內 你看十年之後 每天我們人只要工作三天 也就是說 而且他自己評估 他說如果我把現有的人力 全部都換成是AI的話 或是換成自動化 他預估兩年內就可以打拼 當然現在還沒有這麼快 這個浪潮 我覺得大家都其實要趕快準備好 那我怎麼準備 我們節目一直嚇人家而已 有沒有什麼可以準備的邏輯 跟方法 先講 中國大陸常講一句話 叫錢是重來的 你不是放在那邊 你自己拿了就有 沒 你要好好的把它搶回來 所以我們接下來要講這個超跑之神 什麼叫超跑之神 台灣三輛跑車裡面 大概有一輛是他維修的 而且很多超跑迷是跟人不跟店 這個師傅叫陳偉紅 他才39歲 他才39歲 因為他國中畢業 就出來第一份 就當學徒 做那個修車 那個時候他的老闆就是修B&W 這種Benz這種高級車 可是因為你知道 國中出來當學徒 啥也不能做 你最多就是負責 遞扳手 遞螺絲起子 遞各種工具 然後把地擦乾淨 把車洗乾淨 他想說 我來做學徒學這個的嗎 我需要來這邊學洗車嗎 但老闆直接跟他講一句 這個偉紅啊 我跟你講 你來學修車 就一件事情 請你把你的尊嚴丟掉 請你把你的尊嚴丟到垃圾桶去 不要覺得什麼事情你不能做 不要覺得什麼事情 太之為莫節 沒有 你跟我從頭走到尾走一遍 你知道陳偉紅說第一份工作 給他日後 他現在已經有一個自己的 跑車維修廠 他的學徒講說 師傅只要一修車 整個棚裡面充滿了一股殺氣 你在旁邊接電話不行 講話不行 因為他說我要把這台車 當作飛機來修 所以所有人就跟手術一樣 你不能分心 好但是他在這邊 就是當初他師傅帶他的一個態度 所以一入行的第一份工作的老闆 跟你的師傅 是什麼態度會影響你後面的工作 他會形塑你未來整個人生 所以他在那邊工作到後來發現 糟糕 師傅的細節我學會了 技術我學會 知識不夠 他又重新去考氣修科 又開始半工半讀 一邊學 但問題是 學了還是發現不夠 學而知其不足 英文 對 他的英文跟電子電路的能力不夠 所以一方面 他開始看純原文的維修手冊 另外一方面 他跑去另外一家公司 專修大車 卡車怪手 因為那個維修的技巧 跟高級車完全不一樣 可是你可以把所有的電子電路 油壓系統全部搞懂 搞到這個 他等於歷練完了之後 又開始修跑車 第三家公司跑車 可是修一修他覺得實在太累了 你修跑車 你的這些客戶 是等於把一台1000萬 2000萬的車送給你 他房子給你了 你怎麼修他都不滿意 所以他後來專精 Lamborghini Ferrari跟Porsche 但修到一個程度 半夜三點 開車跟了客戶 因為你知道車子雜音 有的時候很奇妙 只有在高速的時候才出來 所以他沒有辦法 他一邊他在車廠調校完之後 就跟客戶講 走 上高速公路 我們開開開 加到120公里的時候 卡拉卡拉 才抓出看誰從哪邊來的 對 然後好 再下去回車廠再修 他說搞了半夜三點 他都快要累到睡早了 可是客戶沒有修好 就是不能走 最後他說 我修到不行了 我有一個客戶 拿了三台車過來 我跟客戶講說 不好意思 這個老闆 我們修完這三台車 我就要離職了 太累了 結果你知道這一個 修三台跑車的客戶 客戶怎麼講 說等等 你不要離職 這樣以後誰修我的車 我相信你 我覺得你可以做好 來 我幫你開一家公司 幫你開一家修車場 你不用負責任何的細節 錢我出 地我找 所有的成本我出 我只要求你 將來還要繼續替我修這三台車 所以後來 為什麼他變成超跑維修之神 是原廠都沒有他拚命 原廠祭司 每次來看他修完都說 你把能做的事情都做完了 我沒有得做了 所以他等於是把維修變到職人 然後現在是藝術家的等級 另外一個人他也是很厲害 他曾經很倒楣對不對 但是他是怎樣時來運轉 我們講的這個故事主角 叫陳天仲 他是郭台銘的愛將 而且能夠讓郭台銘願意等他 等20年 真的是從他年輕等到老 因為他最後一份工作 他現在已經退休了 最後一份工作就是從 這個洪海捷克之下的 傅志康的這個總裁退休的 好 那陳天仲這個人 他真的是很特別 他其實你說他學歷很高 大學畢業 當然他交大電子也是 在那個年代不得了 可是你看從這個交大電子 畢業之後 你看他做了些什麼事情 你看他 他在惠普待了六年 可以讓惠普的業績 六年成長十倍 好 後來跳到德州儀器 我們知道德州儀器 是這個半導體設備 數一數二 十年可以讓他成長十倍 那這個人顯然非常非常的特別 也非常非常厲害 他為什麼這些本事 他說真的 在專業能力上 有能力的人很多 可是他覺得他個人 最大的特質是 他做的事情非常的細心 非常小心 那為什麼會這樣子 他說因為他年輕的時候 喜歡算命 他說每次去算命 去廟裡面求籤 怎麼籤都是下下籤 他不信邪喔 好 出國到日本去 正好入過一個小廟 再去衝 他說還是下下籤 這下子他覺得 他不得不認命了 他覺得他的命就是不好 他有一次就在香港 去出差的時候 就看到當地報紙說 這個大樓有花瓶會掉下來 會砸死的 結果他自己真的遇到差點被砸到了 他說從此以後他就知道了 他走路一定要走在走廊裡面 不能走在外面 這也讓他在工作的時候 他知道我一定要很小心 他不能冒風險 對 我不能冒風險 我做的事情很小心 所以老闆非常非常看重他這一點 因為專業能力有的人真的很多 可是能夠注意到非常多細節的人 真的是少之又少 好 所以你看他的工作這樣子 平步輕雨 甚至你看他在惠譜或是在德語 你光看這個經歷不覺得怎麼樣 他是全華人當中第一個 當上全亞太地區總裁的 而且那個時間是在一九九幾年 現在我們看到很多科技業 尤其這個國 我們也知道這些跨國的大公司 他在亞洲地區 往往都是派老外 他根本不用你亞洲人 因為他不信任你亞洲人 他是全華人當中第一個 而且現在在業界的幾乎都是他的子弟兵 好 那所以他就這樣子在2007年 終於又遇到郭台銘 郭台銘這是真的把他挖過來了 他就終於好 我過去的真的也做得差不多了 我當年承諾你 因為我說我要來 可是我當時覺得還沒有準備好 現在OK了 好 所以他就到複製抗去 可是2007年隔年遇到什麼 金融海峽 當年那科技產品很慘 他就帶著這個鴻海順利度過 可是真的是運氣真的是有夠差 2010年大家還有印象嗎 那一年鴻海在中國大陸的很多工廠 一堆人怎麼樣 跳樓 一年跳了十幾個 他那時候就在那邊當執行長 當CEO 怎麼辦呢 遇到這種事情怎麼辦 他就想到了 這員工很多都是 我們知道中國大陸很大 很多員工都離鄉背井 可能一年才能回去一次 所以怎麼去關懷這些人很重要 所以他就把所有的員工編組 每幾十個人就成一個關懷小組 他一共成了好幾萬個關懷小組 那講關懷小組是好聽 其實講難聽也就是互相監督 是 而且大概不只這樣子 他花了雜大錢去請了心理醫生 請了諮商師 然後成立各種社團 應有盡有 就是讓員工這些問題降到最少 終於他也讓這些問題順利過過 所以他覺得我今天 當年對你郭台銘的承諾 我通通都做過了 我也做好了 退休 所以他2012年 毅然決然退休 他開始出來做什麼事情 協助人家創業 聽清楚他不是自己創業 有人問說你這麼厲害 如果你當年創業 你也不要進其他公司了 你搞不好現在比郭台銘更厲害 他就說其實每個人的個性不一樣 他是這種管理的人 跟創業者個性不同 處事方法不同 他覺得我適合當管理者 但是我不適合創業 但是我看過很多人的創業 所以我現在要幫助人家創業 所以他現在就成立了這個創業中心 專門輔導人家創業 重點 免費 你有這種創業的問題來諮詢 我完完全全免費提供你這種自信 所以現在中國大陸 尊稱他是什麼 創業導師 所以你看這個人 真的是非常非常值得人敬佩 也讓大家知道說真的 有專業有能力真的非常重要 功成名就 是不容易了對不對 更不容易的是最後兩個字 身退 對不對 人生這三個境界 要能夠做到這樣的份上 是不容易的 再講一遍 功成名就還要身退 這個是有大智慧 對不對 對 但吸毒真的不好 為什麼你有吸毒的故事 而且更難的其實是 你如果曾經誤入歧途 要從這個地方爬起來 要再變成大家人人呈現的 能夠做到功成名就跟身退 我跟你講這就厲害了 我們要介紹這個人 叫做葛蘭特卡爾登 他被稱之為叫做銷售界的巴菲特 其實他小時候的家境非常好 可是他爸爸過世之後 媽媽都沒有謀生能力 所以家道就中落 他那時候就一直覺得說 我想要過有錢人的生活 可是媽媽就跟他講說 我們過得已經比一般人還要好 他說不要 我要過回以前這種好生活 所以他決定離開家 可是當他離開家的時候 那時候小孩子不會學 你知道高中畢業而已 那時候闖蕩江湖 就學了一件事就吸毒 結果吸到最後 被送到勒戒所去 你知道吸毒兩三年下去之後 你整個人根本爬不起來 所以那時候他離開勒戒所的時候 他就跟這個勒戒的人講說 我這輩子不要再踏進來了 而且我一定要成功 你知道那個勒戒所跟他講說 我看你那個樣子 明天就進來了 他就認為 對 他覺得說 你根本不可能離開這個環境 好 這個葛蘭特卡爾登 他那時候就想到說不行 那我要重新在東山 我要重新爬起來之後 他就做一件事情 去做銷售賣汽車 你知道嗎 他後來養成一個習慣 我覺得他們這些成功的人 都有一個特質 他不斷的催眠自己 說我一定會成功 我總有一天會成功 而且我已經成功 他就不斷的這樣講你知道嗎 後來你知道 他居然賣到全美 汽車售貨物的Top1 後來他乾脆覺得說 我如果這樣 那我出來開公司 所以他就自己創業 以目前來講 他有5家的這個公司 這個5家公司裡面 連營收是1億美元 1億美金 已經做到這樣 被人家認為說 是跟巴菲特還有馬斯克 被列為全球時代 這個具有影響力的CEO 但重點是什麼 你知道 他不只是自己這樣做 他還要求他的員工 比如說我們講KPI 一般來講KPI的時候 就算你年度或每個月 對不起 他的KPI算的是1小時 他要求員工要隨時回報 很多員工都會覺得說 怎麼可能 你老闆 你要開什麼玩笑 你知道要做什麼事情 他說沒關係 你把你們手頭上賣 就是最難銷售的案子 拿出來給我 每個人都交出來 我有把握在30分鐘之內 成交這筆案子 大家覺得哪有可能 你知道他就當然在他面前打電話 結果接電話的那一頭 就直接跟他講說 我覺得你不錯 我們下一季再考慮 現在真的沒這個錢 你知道他馬上就跟他講說 如果你下一季都要考慮 你為什麼不現在就來考慮 你遲早都要做的事情 對方後來這樣被他說服之後 我告訴你 在30分鐘之內搞定這件事情 所以你想想看 他的整體的行動力 是非常可怕 而且後來還有人講說 他是控制狂 你知道 他乾脆就出了一本書 叫做控制狂又怎樣 我就是靠這個方式 一步一步的爬起來 一步一步的爬起來 但是坦白講一個 屢屢得獎的一個企業 他真的要垮也是一瞬間 對不對 我們到底要講的是一個 我個人還滿喜歡這個品牌的 但是很可惜他熄燈了 白木屋的故事 在台灣張老闆其實壓力很大 因為那個業界的變化 客人的口味實在是太難掌握了 對 沒錯 我們今天講的是白木屋的故事 那前一陣子大家都知道 你好好講 因為朱月忠老師的喜餅 當年用的就是白木屋 對 我覺得很多人 會議還在嗎 當然在 非常美滿 所以你看他也成就了非常多 人快樂的回憶 我們知道說他在2000 最近的時候 由他的母公司景月生計宣布說 因為他在這四年接手下來 連續虧了五億 所以他不堪虧損之下 決定把這個品牌給結束 我們講到白木屋這個品牌 事實上他成立在1997年 他成立的創辦人叫簡靈珍小姐 他是一個設計師 他之前設立這個白木屋的時候 其實也走過非常低谷的時候 但是他主要 他在2004年獲得我們國家的盤石獎 你看一個蛋糕品牌 能夠獲得國家盤石獎 所以顯然非常不容易 然後2008年的時候 又獲選台灣最具代表性的伴手禮 他在最高峰的時候 曾經在台灣有25個據點之多 他因為後來營運營運到 一直不錯的狀況之下 在2014年 迎來他比較大一個轉變 因為當時的景月生計 原本在做益生菌的一個公司 他決定說 我要買下這個白木屋這個品牌 他當初出的價格還滿高 用16.5億元買下這個品牌 當然這個品牌 就歸到景月生計下面去營運 我必須講 其實景月生計 他本來就是做益生菌 他本來就對蛋糕不是很熟悉 可能他經營策略也有一些問題 加上說這幾年其實人力上揚 加上說原物料的成本往上墊高 尤其是我們看到現在路邊攤 或是說很多小店 很多年輕人回來就學了 就開始開蛋糕甜品店 這個競爭激烈非常的慘況 另外一個就是這幾年又有一個DIY的市場 我們可以看到說很多那種所謂的貴婦 下午的話沒事 他可能就去烘焙房裡面去做蛋糕 看一個年輕的帥哥 食物在那邊這樣 所以這幾年烘焙教室成長非常多 所以等於是這兩個原因打垮了白木屋的公司 導致說他最近宣佈這個虧損 停損的這個狀況 我們必須講 其實這個白木屋的創辦人 簡寧珍小姐 在他這個品牌宣佈 結束了前幾個月他也不幸過世 他這個享年才61歲 另外一個辣條也可以翻身 對 辣條其實在台灣 大家比較不太熟悉 其實有點類似介於像豆干 這樣的一個口感 其實在中國大陸講辣條的時候 原先我們要介紹這個叫做劉未平 他現在被稱之為叫做臨時界的大王 但是他的辣條辣到就是好到連普丁 拿著那個辣條都要舉起大拇指 還賣到美國去 那我們要先介紹這個劉未平這個人 事實上辣條這個東西 在中國大陸是很便宜的 這個民間的小吃 有人講說 他這個是很低檔的一個食物 所以講說大概在五毛錢左右 可是他居然可以市值 從五毛做到五百億 為什麼他可以這樣做 事實上我覺得跟人的個性有關係 而且窮則變 變則通 他原先在湖南平江這個地方 他們是生產豆類 所以做了很多的豆干 可是有一年因為大洪水的關係 整個黃豆收成都不好 而且大漲 他們那時候就想到說 我這樣子是不是能夠有一個變通的方法 他們就想說把麵粉這個東西 拿出來做 所以他們大陸那邊也稱為叫做麵筋 你知道嗎 做了之後就覺得說 那個口感跟味道應該加重一點點 結果後來就決定加了辣跟甜 這個東西一調起來之後 就變成是你在平常拿出來 小零食 我記得幾百多年前 那時候大陸很流行吃 後來我們不敢吃 因為大陸同胞跟我們講 那全部放一些很可怕的東西 不能吃 沒錯 這個東西鬧上新聞之後 因為曾經他們那時候 因為你知道我剛剛講 他們門檻真的很低 所以家家戶戶都在做 後來就是被媒體踢爆講說 他們有些衛生條件第一個不好 沒有 他加了什麼毒 有毒的東西 第二個就是說他們加了化學添加劑 所以你剛剛講到沒錯 那個時候大家後來不敢吃 就像你這個想法 一聽到就怕對不對 而且你知道當時 大陸有很多小孩吃這個 那些化學藥品 對小孩各是傷害 那你想想看 這種零食出了這種大問題 他應該就掛掉了 可是劉未平他不是這個想法 危機就是轉機 當時大家覺得說 那完蛋了 我是不是要吸引更多的人來買 是不是把售價降低 他說不是 我要把售價調高 這第一個 第二個我要讓大家看看 你們都以為這個成本很低 製作的門檻差 那沒關係 我就開放工廠給大家看 所以他找了很多的攝影師 或什麼來拍他的這個中央工廠 結果把它整個形象包裝起來之後 他賣的貴 反而大家覺得說OK 你這個做得很好 而且你知道他後來 甚至走行銷的手法 比如說 你知道他就效仿賈伯斯 直接搞得好像在賣手機的那樣 拍那個廣告 甚至他自己還做一類的行銷 你知道 比如說 曾經在網路上面有一個發帖 是這樣講的 就是說一直罵他這個公司 所以因為他成立了一個叫做 衛龍這個公司 就是專門賣這個蠟條 結果這個發帖上面 就一直罵他說 為什麼你們公司不出貨 我們跟你叫貨都叫不到 你一直不給 一直不給 結果 結果市場上討論 奇怪 這個東西有這麼難嗎 弄到不出貨 結果他自己出來講說 其實我們是在行銷沒錯 可是代表了我們東西真的好 好到大家強 所以你知道他後來 乾脆就走到電商平台裡面去 賣到了美國去 現在成為美國奢侈食品榜單的 這個第一名 可以把這個五毛錢的生意 一直做到這樣 我就講 他其實講說 一般的平民小吃 曾經被打到谷底去 居然用另類的方式 讓他翻身 而且他賣到美國去之後 感覺是一種對品質的保障 對不對 沒錯 所以在台灣 你要接受他的食品的品管 在台灣跟人家打賭就是 像苦林喜歡跟人家輸牛肉麵 對不對 就不知道他今年年底 是要吃到飽 還是買牛肉麵買到飽 OK 還有喜歡打賭打什麼 雞排 對不對 可是大陸是我輸你幾包辣條 對不對 他們是打辣條 所以這個是 真的是不一樣 所以表示這個是很受歡迎的 而且是平民化的 而且是日常的東西 你講到日常的東西 小孩都要玩玩具 玩具有沒有商機 是的 玩具有沒有商機 可是我們今天的故事 主角蔡藤賢 他很特別 他2014年的時候 就跟幾個朋友 大家籌資幾十萬 我就看一個網路上店 就賣玩具 可是他一開始 真的是想得太天真 想說玩具 每個小孩子都要玩 結果半年 完全沒進帳 結果同夥的人都拆 都拆火都找了 他想說奇怪 網路不就東西擺上去 就要這樣子賣嗎 怎麼會都沒生意 他會想想 原來他沒有做行銷 你擺在網路上 誰知道你在賣東西 所以他就開始怎麼樣 他就自己拍影片 我進了玩具進來之後 我到底要怎麼玩 我要玩給人家看 讓人家覺得好玩 就像我吃的賣吃的 我找人家吃給人家看 讓人家覺得很好吃才會有生意 可是只有這樣子不夠 你要有特色 就在這時候 隔年他的朋友跟他介紹說 有個東西 號稱21世紀的樂高 很特別 你要不要進來看看 樂高我們知道就是積木 可是這個東西他說是積木 特別在哪裡 我們現場有帶給大家看 你看這是什麼東西 是不是就一顆一顆的鋼珠 他不一樣在哪裡 他每一顆都是強力的磁鐵 所以你可以把它撥開 做成各種形狀 所以你看我們的CG裡面 有沒有看中間那條金龍 就是用這個一顆一顆拼出來的 所以你看我們這一球 我可以隨便捏成塑形 塑成各種形狀 當然我們今天這個要花點時間 而且真的是要能夠去駕馭他 好就是這樣子一個東西 讓他賣翻了 因為他很特別 他可以讓你塑成各種形狀 所以他說他第一次拿到這個東西 試完他自己一玩一不小心 就玩了六個小時 因為他可以塑成各種可能的形狀 他藉由這個產品 然後他就知道了 特色很重要 所以他又引進另外一個東西 叫做永恆筆 什麼叫永恆筆 指的是這個東西完全不需要墨水 他可以永久使用 那當然他有一些科學原理在裡面 他是利用那個筆尖 刮過紙張之後 他這個出出都不會掉 對 因為他是強力磁鐵 所以你怎麼玩怎麼弄都可以 對 你可以做成各種形狀 真的耶 對 所以你看他才隔年利用 這一個商品 這個叫磁力球 然後再利用所謂的這個永恆筆 他隔年業績就開始三級跳 他第一年就跳一千萬了 三年到第三年他的業績 已經突破三千萬 而且據說利潤可以三成 當然生意一好就仿冒 他說我不怕仿冒 因為第一個 我東西品質好 你要做成這樣子 一個球要多少錢 平均一個鋼豬大概十塊錢 一個鋼豬十塊 是的 所以你看那一球 大概有好幾千塊 而且這個東西真的越多越好 你看你要拼成那條金龍 你看要多少條 一個十塊 這個就 是 所以他就是有商品的特點 而且他不怕人家仿冒 因為我品質好 而且 你看他磁力有這麼強 對 OK 所以這非常不容易 好 所以真的就告訴我們 我要做生意你要有創意 你中期耀心 他不怕人家仿冒 因為我永遠走在這前面 我永遠可以引進新的東西 好玩的東西 我永遠就會有生意做 另外一個 你有沒有這個 家裡都有門鈴對不對 你知道有種門鈴叫智慧門鈴嗎 帥的他才開門 醜的他不會開門 待會回來 動不動就有破門而入這種事情 我們真的需要智慧門鈴 對 沒錯 而且這個智慧門鈴 前一陣子傳出亞馬遜 要用10億美金的價格去收購它 那這智慧門鈴是什麼 這智慧門鈴的創辦人 其實叫西米諾夫 他當初為什麼會發明這個智慧門鈴 其實是因為什麼 他常常工作的時候太專注 結果人家一直按門鈴 按門鈴 他就是沒有聽到 沒有聽到他想說好吧 那我就把門鈴跟我的手機做結合 這樣人家來按門鈴的時候 至少我手機這邊會想 會有反應 然後這個時候 他老婆還加碼告訴他 告訴他什麼 他老婆就跟他說 你如果要研發開發這個東西 你至少再加一個監控的作用 什麼意思呢 誰來按門鈴通通看得到 手機一看 我就知道這個是陌生 還是認識的人 聽不出大呼吸 這句話在他身上真的有成功 為什麼 因為當他一做出來之後 其實一開始他推上市的時候 賣的還有小有成果 成果到讓他可以怎樣 可以雇用八個員工 那這個時候他想說 我要進一步再擴張 擴張需要錢 錢從哪裡來 想辦法去募資 在那個時候 美國有一個節目 就有很多這些投資專家 你去表現得好 他就投資給你 那結果他花了一萬美金 做了一大堆的準備跟報告 然後上了節目之後 一提出來說 我希望用我公司10%的股權 換來70萬美金 結果當場被人家打錢 說你這東西根本不會成功 結果他當場還落淚 可是沒有想到的是 幾年之後 這個東西被誰看上了 竟然被亞馬遜看上了 亞馬遜看上 亞馬遜做電商的 他為什麼需要這個 因為他要跟他未來的購物 做整合 因為亞馬遜希望能夠 你不在家也可以送到你家 那這個時候辨識就很重要 結果現在最後悔 就是當初那個投資專家 因為當時如果他用70萬美金 去買了他10%的股權 就算了 感谢观看